選擇籌碼強勢股 操盤手非你莫屬 大家好 我是籌碼大師李宗鑫 昨天的美國股市 在等待FOMC會議的結果 結果會議結束 會議紀錄什麼 比較偏鷹派 對不對 比較偏鷹派 為什麼美國股市 昨天開地走高大漲了 本來不是跌的嗎 說反正變大漲 什麼原因 當然市場上解讀是利空出鏡 大家也知道準備要 可能明年要升息 對不對 減少購債 這個其實也都在 市場的預期當中 不過比較偏鷹派的言論 並沒有把市場往下打壓 反而是以利空出鏡來解讀 美股昨天大幅反彈 包括台積電ADR 包括費城半導體 都出現了大漲 所以今天台北股市 當然表現也還不錯 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台北股市 今天早盤就開高了 當然盤中這邊有些壓力 震盪拉回 但都漲了 都還在平盤以上 到了它12點50吧 一些全資股又出量了 所以又把指數給帶上去 收盤漲了125點 老師今天漲停板的股票還不錯 比較明蒙正派一點 不是之前的什麼小型股 沒有賺錢的公司 今天大漲的股票 很多都是之前法人 例如說法人套牢 或者是法人有買超 或者是公司有賺錢的公司 也許今天大家心裡覺得 好像盤不錯啊 像我今天在錄節目之前 中式的頭人就說 老師大盤真的上來了 那時間上呢 我記得我昨天在大事業話說 應該今天這樣上去 我覺得還早了一點 所以我把我的看法 待會要跟大家分享 我們先來看大數據 來 今天大盤漲了125點 老師不錯啊 空頭這兩天都沒有動對不對 那多頭這兩天不是都不錯嗎 昨天增加了13檔 今天增加了12檔 那大數據呢 大數據當然分數是往上 我們來看一下 昨天93.5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今天93.8 大數據那個指標被我 來 昨天93.5 今天93.8 等一下我找出來就跟各位說 因為被我改了指標了 好 那 老師怎麼看呢 今天其實有一些 比較特殊的現象 因為之前我在跟各位說 禮拜天嘛 我的大事業話不是說嗎 對不對 拉回來準備做最後的壓縮嘛 還有機會上車趕快上車 對不對 好 也拉回了 這禮拜前幾天也拉回了 拉回要上車 對 可是我認為時間還早了一點 你看喔 大盤最近量在說有沒有 5日均量在20日均量之下 其實MACD柱狀體還是負向喔 對不對 MACD柱狀體還沒翻多 當然這裡如果勾上去 這裡如果再創新高 也許KD指標沒有背離問題 當時我說這裡 KD指標不可能過這裡啦 指數過高 KD指標一定背離 所以應該要壓回 但壓回的時間我覺得短了一點 所以未來兩天還會不會再拉回 我們就要有市場決定 我們也不是算命的 但是我把我的看法 在節目裡面跟大家分享 那今天其實蠻有趣的 因為我們辦公室的VIP打電話來 因為最近這幾天 我不是跟各位說嗎 你逢反彈要賣什麼 賣MACD柱狀體是負向的股票 那KD勾起來 或者是今天轉強 你應該站在調節的一方 可能大部分的投資人聽不太懂 老師你講的意思 不是很了解 我今天舉一個例子 拿一檔股票來舉例子 你可能就清楚了 來 今天盤中有檔股票很強 它叫做加金3016 是不是很強 它本來從盤下這裡拉得快漲停 在這裡的時候 大概漲8%的時候在這邊 辦公室的VIP的會員打電話 老師這檔股票可不可以買 老師這檔股票不買 老師為什麼快漲停了 KD指標黃金交叉 KD指標黃金交叉 往上勾嘛 黃金交叉了 第一檔黃金交叉 老師不是該買嗎 我說好 那我來跟你分享一下 我說你把MACD打出來看一看 看懂了 MACD助長機是負向對不對 我說這就是我在節目裡面說的 當MACD助長機還負向 KD往上勾 尤其是KD黃金交叉的時候 我說如果你有的話 這裡先出一半 如果他漲停了 明天把他全部出掉 他說是這樣子 好 他就 他因為他套勞 所以這裡就先出一半 結果掉下來了 老師 我說尾盤 老師怎麼會這樣 老師我沒有全部出掉 我說沒關係 明天再把他都出掉好了 重點是 為什麼我的判斷是這樣 我記得我跟他說 即使我們賣掉他漲停板 明天全部賣掉 因為即使明天 加金創新高 KD指標 他也會高檔背離 就像我們當時出這檔一樣 當這檔今天也轉強了 4927 這裡 是不是KD交叉起來 MACD是不是出負向了 我們就這裡賣掉了 這檔叫泰鼎KY 結果漲停板天天賣掉了 隔天就殺跌停了 SAMB蠻離譜的 當然也許蠻巧的 他是不是KD黃金交叉 MACD是負向 這個就是 我這個上個禮拜天 12月4號我生日的時候 在我們的說明會 跟投資朋友分享好股票的賣點 例如說我們看3016吧 我本來不公開的 3016 那位會員打電話來的時候 加金快漲停 所以KD指標它是黃金交叉 往上勾的 那請問一下MACD呢 柱狀體開口那麼大 所以當他KD黃金 他勾起來的時候 你是要賣的 即使他攻漲停 如果他明天再創新高 他KD指標即使交叉了 會過這裡 一定高檔背離的 股價如果衝過去 KD指標絕對過不了這裡 你還是要賣 這個就是我在 一個多禮拜前的說明會 跟好朋友們分享的 所以今天也藉由這個例子 跟大家說明 最近在節目裡面說的賣點 到底是什麼 也就是MACD負項 當KD高 這樣講好了 MACD是個中線指標 當一檔股票中線轉弱 它負項 它就中線轉弱對不對 中線轉弱的時候 股票什麼時候賣呢 短線轉強的時候賣 就等KD勾起來的時候 就是短線轉強 KD指標看短線 當KD指標勾起來的時候 KD指標黃金交叉的時候 中線指標轉弱 你趁短線指標黃金交叉 短線指標轉強的時候 你可以賣在一個 不錯的反彈的賣點 這樣懂意思了沒有 所以今天加金就是這個意思 當然我不是算命的 我不曉得今天加金會開高走低 我跟那個會員說 即使他收漲停 隔天你還是要賣 而且全部賣掉 了解嗎 因為我認為他還是需要整理 就跟大盤前幾天 剛創新高 KD指標背離一樣 也跟非常半導體 上個禮拜創新高 KD指標高檔背離 其實是一樣的 其實是一樣的 所以我說應該沒那麼快 即使加金要上去 他這裡要衝上去 好 要再下來一下 再下來這次 MACD可能就要轉正了 那個時候再來 那個時候可能就真的 如果他不來 不來他就要整理 這是我的看法 在這裡跟大家分享 當然今天晚上要做一下功課 因為今天很多像加金這樣子的股票 其實今天蠻多的股票漲 整理了一段時間 漲了四成 尤其是 尤其是聽好 我在跟會員上課的時候 跟宋明會的時候 漲波段漲超過40%的股票 像這種股票 不太容易肩頭反轉 所以他要等一個勾起來 引誘散戶看到KD黃金交叉 他跳進去買的時候他賣給你 所以今天很多股票 大漲 漲停 整理一段時間 今天勾起來了 可能還收漲停 比加金還要強 回去看一看 他如果MACD是負向 這種股票有的話 明天你調節一些 如果沒有的話 拜託你明天就不要再追高了 這就是我在節目裡面 跟大家分享的 這個賣股票的概念 那買股票呢 買股票就找強勢股的拉回 很多股票MACD住宅體是正的 是很強的 老師你今天很強的股票 大概都不強 除了你的東哥遊艇之外 大概都沒有很強 其實操作就是這樣的 我們選擇的是一個族群 選擇的是一個類股 選擇的是一個 我認為這個禮拜 可能可以幫會員 創造比較大利潤的標的 那這些強勢股就是 我們系統出現95分的標的 那昨天吧 昨天晚上有個會員一對一 他有問到國朔 他老師我有國朔 國朔怎麼看 我說國朔我就續報 這個會員也滿不錯的 有沒有 國朔我們系統在盤整區形態突破 有沒有 是不是出現一個訊號 對不對 他說老師我這天買的 隔天 出現訊號的隔天他買的 因為出現訊號那天 這天 當天外投本比全市場第一名 所以這天是法安拉的 外資拉的這一根 這根 這根紅棒是法安拉的 他隔天進去買 他說這幾天我都有追蹤籌碼 你看 老師那表格裡面有沒有 國朔都前幾名 外投本比14號第6名 15號第3名 6天的14號有沒有 6天的第一名 對不對 12天的也第一名 對不對 來 昨天 6天國朔也是第一名 12天也是第一名 所以這檔股票幾乎是 目前 外資和投信 籌碼集中度 籌碼集中度最高的一檔 可是老師今天不行了 2406 來 請問一下 MACD助長期多投還空投 多投嘛 是不是從這裡開始就多投了 這種就是多投的股票 好 那多投的股票 你要什麼時候買 趁KD死亡要差拉回來的時候 多投的股票 MACD多投的股票 中線多投要趁短線 轉入的時候買進 這樣懂了沒有 所以如果未來幾天 國稅有拉回來 你是要找買點的 這樣懂了嗎 中線空投的趁KD勾起來 找賣點 中線多投的趁KD彎下來 找買點 這樣懂意思嗎 這就是我操盤的經驗 那這些經驗 我都會在哪裡 在大事業化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幫各位打造了一個 專業操盤手的分享平台 你一定要加入 左邊是Telegram的QR Code 右邊是LINE的QR Code 趕快成為我們的好朋友 像剛才給各位看到的 叢馬表格 每天晚上 我大事業化裡面都會PO 當然PO的時間比較晚一點 我說各位 如果你比較早睡的話 沒關係 你早上不管是五點 六點 七點 你起來看到這些表格都在了 因為我PO的比較晚 你就比較早睡的投資朋友 你就早點休息 早上起來要做功課 你都還來得及 吃早飯的時候看一看 你就可以看到國碩了 那今天東哥遊艇 有沒有如我預期 我昨天不是才說嗎 前天也說 爆大量黑K會過高 那爆大量紅K會不會過高 會不會 來 各位看一下東哥 對不對 11月19號出現什麼 攻擊訊號 紅色箭頭的攻擊訊號 來第一個爆大量黑K是 11月26號對不對 那會員說老師 你節目裡面都有教我們 爆大量黑K有九成的機會 高點會過 所以雖然他回到成本不遠 他買才105的 打到那天收多少 收109 只剩下4塊錢 127沒出打到109 實在是心臟要很大顆 真的 我們系統虛擾的股票 真的震盪會比較厲害 震盪比較厲害 當然漲也很猛 回來震盪洗盤的時候 也真的很猛 他不幫你洗掉 後面怎麼噴得出去 對不對 所以這裡爆大量黑K 又是書上說的 又是其他同業說的 這裡是大戶在出貨 對不對 高檔 來 書上是不是說這裡大戶在出貨 你看127.5 收盤剩下109 這裡買人全部套牢 是不是 書上這麼說的嘛 電視上的同業都這麼說嘛 高檔爆大量完蛋了 這張股票人家落跑 是不是 只有我理中心告訴各位 爆大量黑K高檸會過 是不是過了 是不是過了 過了對不對 來 九號又來個黑K了 會不會過 149 會不會 爆大量黑K會不會過 10號就過了 153了 有沒有 現在你要相信誰咧 是不是又過了 書上又要寫了 這裡大戶出貨了 對不對 你學的技術分析 是不是告訴你 這裡大戶在出貨 是不是 有100本書 有99本是這樣跟你說的吧 你看到的技術分析專家 100個也99個跟你說 這裡是大戶在出貨吧 那我為什麼這樣 有把握跟你說 其實我是看籌碼的 我是看統計學的 我把所有的股票 所有的歷史資料都看過一遍之後 我發現真的 爆大量黑K量先駕駛 新大量之後 真的還有新高點 而不是股市老先高 這些人 這些股市名言 隨便說了算的 其實真的是有統計學的依據 所以你看這天 12月14號 他沒有爆大量黑K 但13號爆大量紅K對不對 那166會不會過 當天我說嘛 這個新大量之後 理論上不是還有新高點嗎 連黑K的高點都會過 那紅K的高點不會過嗎 那你拉下來不是該找買點嗎 不是嗎 隔天這裡是不是跌停 是不是跌停版啊 14號收跌停呢 收跌停呢 昨天是不是漲停15.5 今天各位看一下 它的最高點 166來 這昨天啊 166 今天是不是過了 直接開漲停了 那這個爆大量 黑K黑K紅K 是不是又過了 現在各位你要相信什麼 相信你看到 你眼睛看到的 是不是 你要相信量先駕行 量比駕先行 量是駕了先行指標 新大量之後 還會有新高點 東哥你再次印證 三次的爆大量 三次高點都過 你還要相信誰 我不是說嗎 166殺下來打到14幾 那不趕快買一買 166會過差20塊錢 是不是 對不對 這天啊 166會過 166會過 那這裡不買嗎 你這裡不買隔天就漲停了 今天又漲停了 現在大家懂了吧 只是會不會跌停不知道嘛 買的時候也許 老實說買的時候不曉得跌停 殺到跌停嚇得要死 所以操作上 真的不要天天看盤 強勢股在拉回來 來看東哥吧 8478 來來來 這裡有沒有跌停 有沒有跌停 MACD有沒有多頭 MACD多頭 中線多頭的股票 你不趁短線KD往下打的時候 買便宜貨 你什麼時候買 這樣懂了吧 空頭的股票 MACD空頭的股票 趁KD勾起來賣 多頭的股票趁KD打回來賣 這樣懂了嗎 所以前年不是說嗎 這種強勢股拉回 你要站哪一方 站在買一方啊 你反彈 把弱勢股的資金調節出來 強勢股拉回 你就要去買啊 對不對 跌停板之後 連續兩天漲停 現在各位懂了沒有 那當然我們泰福這兩天在整理 那泰福咧 泰福我們漲幾根停板了 這裡第一根嘛 為什麼提前佈局 因為大戶佈局啊 因為大戶一直買啊 所以我們11月份就買 大戶買了一個月 11月份買了一個月 來 9號第二根漲停 10號第三根 對不對 來 13號第四根 四根漲停之後呢 再整理了 再整理了 我說你不要隨便追高殺低 這裡該賣 你不要這裡把它賣 這裡賣掉之後你會買不回來 問你打電話來問說 老師 有賺錢要不要出 你看打到這裡來了 我說不要出啦 你出了 出了就昏了啦 那現在來看一下 這裡爆發量黑黑 這裡會不會過 現在 老師你看他還沒過啊 對 他還沒過 並不表示他未來不會過 各位就看著吧 這個爆發量黑黑黑 81.8會不會過 未來你就看 舉個例子來看吧 來 瑞赫 真的很好玩啦 爆發量黑黑來 過了沒有 隔天就過了 對不對 隔天就過了 好 昨天的爆發量黑黑 前天吧 這天 前天爆發量黑黑 有沒有 14號 有沒有 14號這根 是不是 又一根爆發量黑黑 不好意思今天就過了 是不是 928了 所以要相信什麼 相信你眼睛看到的 不要再相信理論了 我是統計的專家 把歷史資料統計出來 我才能找出正確的方向 各位如果你沒辦法準時兩點 收看我們的節目的話 很簡單 來 你一定要訂閱 訂閱籌碼大師YouTube 官方頻道 最新的市場資訊 讓各位戰無不勝 記得喔 按讚訂閱點分享並開啟小鈴鐺 我們先進廣告 好 下階段回來 下階段 我們先進廣告 下階段 大家進廣告 下階段 請訂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让圣诞更可爱 我是照顾服务员 用专业守护需要照顾者的笑容 不只全力以赴 更要无为不至 是我对这份职业的骄傲 运用专业的知识 即适当的辅助工具 会需要我们的人服务 用心做好每个照顾环节 是我坚持的信念 美的笑容 都是我们在服务中得到最好的回馈 长照2.0 我们照顾您 欢迎再回到专门大师 上个小段跟大家分享 当然今天大数据还稍微往上 不过我上一段在节目里面提到 我个人认为 今天的反弹稍微快了一点 不是说大盘不能涨 时间好像快了一点 所以我认为也许 未来还有机会打下来 让各位进场 这个地方当然直接往上攻了 几率不是说没有 但是因为MACD的关系 就像我刚刚举的例子 所以这两天的反弹 尤其今天很多股票强弹 对不对 那你回去用攻一下 如果强弹的股票 你手上刚好也有 而且它如果是 MACD是负向的话 这种股票逢反弹 你先站在调节的一方 把钱抽出来 然后等什么 等强势股 MACD正向的股票 急跌就像东哥游艇 那天不杀跌停吗 前天杀跌停 说141.5 今天已经171了 两天差29块半 是不是 最高点166也过了 所以你相信什么 你要相信你看到的 这些股票怎么找到的 老师这么厉害 这就是我开发这个软体的中心思想 我怎么找到这样的股票 透过量价筹码 分别打分数 不是只看量 不是只看价 也不是只看筹码 也不能只看基本面 要面面俱到 帮各位打分数 谁选出来的 那我的逻辑很简单 我要帮各位创造一个最简单的工具 选择对的工具 让各位的操盘更简单 让投资变快乐 让赚钱成为一种习惯 比较老师赚小钱赔大钱 你要习惯 赚大钱赔小钱 你这样才能稳定的累积你的财富 对不对 所以真的有的时候时间也不太够 你看 立即也没什么时间讲 立即 不变嘛 续报嘛 耗星 哎呦 你看这两天 耗星 爆弹量黑K还没过 还没过 会不会过 未来各位看嘛 对不对 东哥游艇的长红都过了 对不对 爆弹量黑K的红K 上影线那么长 这红K 所以红的 是不是过了 过了 杀跌停 领两根涨停 泰福呢 泰福还没过 瑞特过了 对不对 前天爆弹量黑K 今天过了 泰福呢 老师泰福还没过 没有平常讯号之前就续报 跟着筹码大师啊 全市场最强的股票 都在我们的掌握当中 而且明天又是什么 又是礼拜五啊 我们金赚会员不是又要换股票了吗 我们做一组的投资组合 帮各位打造下礼拜 最强的投资组合 帮各位每个礼拜 稳定的累积财富 来 运用大数据 挖掘提升各位财富的金矿 强势股 筹码强势股 都在我们的掌握当中 跟上我们就对了 好朋友 拿起电话 立即拨打支付专线 成为支付赢家 我们明天见 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适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